娱乐频道综合报导 27岁台湾独立音乐人杨威宇 Jazz Yan 找来台湾脸谱面诗幻龙 摄影师苏伊德 共同创作的人像摄影系列后裔 日为第16届美国国际独立音乐大奖 Independent Music Award 年度最佳艺人形象设计 带领台湾传统公益文化乐上国际舞台 杨威宇 以及将发行的新作品主视觉报名参与IMA 以后一位脸谱角色拍摄一系列形象照 其中拍摄背景包含台北慈佑宫 充分展现台湾脸谱工艺与妙语文化 创作元素中西河碧的杨威宇 在妙台湾系列作品柔和传统戏曲与西洋电子 独树一格 日前授音国BBC邀约 成为第一位被专访的华裔音乐制作人 杨威宇全程以流利英文唱谈妙台湾如何 在西洋流行歌曲中置入台湾的民俗曲调 妙语文化 装佛工艺 传统服饰 以及民俗信仰等等 妙台湾专辑 We are FOMOSA 发表派对去年与伦敦登场 杨威宇画上后一脸谱 首次在60年代的伦敦双层复古公车上进行Live DJ演出 大红灯笼搭配传统脸谱以及国乐电音的混音作品 话题性十足 派对现场 一提供太阳饼 汤圆 凤梨酥 台湾啤酒等等台湾特产 让现场外国听众与媒体记者们随音乐起舞 甚至有乐迷跳 下公车去找厕所再搭计乘车追上巴士继续参与派对 这次入围堪称独立音乐界葛莱美奖的IMA摄影师苏利德说 这次能入围功劳是大家的 也是因为Jazz大家才能聚在一起创作出这部作品 也希望他能把台湾的作品带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给更多人看见 更表示听了Jazz的音乐就知道他要什么了 这个idea又创新又本土又潮又台 如果是你听到的当下应该也很难说不 从企划文化顾问脸谱造型动态记录以及平面摄影 都是因为Jazz的理念而聚在一起的 杨维宇则说感谢评审以及乐迷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对于台湾传 统文化的肯定 可惜目前没有多余预算让主要创作者们都能参与盛典 但愿意部分赞助连普面师和摄影师的机票前往纽约代为出席 以感谢愿意共同创作的两位恩人 杨维宇新的音乐作品《卢香冉冉》正准备发行中 也计划将后一系列作品发行为纪念年利于海报 让更多人能看到东方传统工艺之美 本届IMA将于3月31日于纽约林肯中心举行 现场将聚集摇滚巨星汤姆·威兹 格莱美音乐人迈克·W·史密斯 知名乐团伊凡塞斯与斯雷尔超级杀手等国际音乐巨星 96个奖项包含音乐、造型、设计、影片等不同领域 表扬来自全世界独立音乐人的整体音乐企划 日维与得奖者由评审与群众投票决定 杨维与艺人形象主视觉将背景结合台北词诱功 以及金刚经文翻设字脸书 杨维与已经聚联谱结合台湾家将联谱 创作后裔形象设计翻设字脸书 杨维与受邀之英国BBC总部进行专访翻设字脸书 VR-4MOSA专辑发表派对在伦敦复古双层巴士上举行翻设字脸书